我们注意到推特公司对中国驻美使馆推特账号采取的限制措施 我们也注意到网上对于推特公司一些管理规则表示了关注 那么我想我们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关切 包括在社交问题上有很多针对中国的虚假的丑陋的信息 那么中国驻美使馆当然有责任和义务要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所以我们对于推特公司因为这个原因 对中国驻美使馆的账号采取限制措施表示不解 我们希望推特公司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双重标准 感谢观看